今天的我一切都是新的 新的隐形眼镜 是姐妹从日本代工那边买来的 颜色超级好看 是那种灰灰的 外面有一圈棕色 就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多多解封了 所以说我去了理发店 巴黎化染 很适合这种带小卷 就是这种又酷又浪漫的感觉 而且呢 不用担心发根 再加上我新的美甲 感觉整个人解封了以后 so fresh 好了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今天的 Regina Nose 给大家分享一下 五月份六月份 我生活里面 那些让我感觉到 小小的 感动的 美好的 幸福感的 小爱用品 第一样呢 也是唯一一样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要分享的 比较技术流的东西 我这个人比较感觉流 老头比较技术流 所以这个东西最开始呢 我是从他那边听来的 之后呢 凤为天神 Insta360 GoTo 这么一个运动小相机 大概就是比较像 GoPro吧 不沾地方解放双手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呢 它比GoPro更好 为什么呢 让我为大家一一说来 它应该是一个国货 我现在觉得我们国货 做得真的太好了 它外壳呢 看起来像不像一个AirPods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原理 有一个充电盒 然后呢 打开以后啊 它是用那种磁力吸在里面 然后你把它扣出来 以后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相机 屏幕上会显示电量啊 还有一些简单的功能 所以日常 你带这个相机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充电壳里面 还是有一些电 这个壳子本身啊 后面其实可以打开 作为一个三角架 它是可以用这个 小三角架的立主 是不是很可爱 重量比较轻 它有个小小的磁铁盘啊 像钢铁侠 胸前的那个小盘子一样 这个后面的磁铁 往上面一吸 你就可以录那种 第一视角的那种Vlog 所见所闻 解放双手 像我这种 经常左手拿咖啡 右手牵狗啊 左手采花 右手拿草莓的人 这个就很方便 或者就把吸在 你男朋友身上了 跟你双手拉着 Ida Molly 转圈圈 小妮香道 新花怒房 黑夜白天 比起那种 举在手里 很正式那种Vlog camera 真的就有一种 心理上生理上 都轻松的感觉 不用总是对着 一个很正式的相机 整个人一打开相机 就跟了就收紧 比起GoPro呢 它其实收音效果更好 可玩性更强 而且录出来人呢 也不会说太丑 太失真 具体的情况 其实我在小红书 写一个笔记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相机了 用一个手机的 一个APP来操控的 你把这个APP打开以后呢 跟你的相机 用蓝牙连接 你可以在里面 调你视频的高清度 比如说是1080p 就是快拍慢拍 比如说是延时拍摄 你也可以选你屏幕的宽度 比如说你要广角啊 还是Narrow 一旦连接到你的手机APP以后 里面的视频啊 既拍既看 直接就会转出来 去到你手机的APP上 之后你想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电脑里面 再进行剪辑 放到你的其他 一个大的Vlog里面 也可 就是说最近啊 我的Vlog啊 出门的这种小的短途旅行啊 这个东西都是必不可少 那到最后呢 就说一下它的问题吧 第一 它用久了以后 会有点点过热 就是说你贴在胸前啊 就会被烫到 就哦 一颗4000点的狐狸单 去到我体内了吗 我还能活多久 我可以跟九位狐大叔谈恋爱吗 第二个就是充电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一个相机啊 充好电 最多连续录制半个小时吧 内置内存的这个功能吧 是25 满足一天的正常拍摄 这种B-roll啊 这种需求啊 我觉得是够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好多天 在外面旅行啊 我还是建议你 每天晚上回去呢 把这个相机里面 当天这种footage倒出来 老头啊 特别喜欢它稳定的功能 纵然把它挂在身上啊 奔跑走跳 又推又打 footage呢 都不会说很晃 我觉得它严实摄影的功能啊 特别可 第二part嘛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看的 特别让我神魂颠倒的剧和书籍了 第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韩剧 是不是很震惊 因为我的人设 从来都不分享韩剧 这个韩剧 其实就是最近挺火的那个韩剧 爱奇艺国际战的首部自制韩剧 名字叫做 我的室友是九尾 我刷啊刷背后出 九个尾巴了 入戏有点深 我目前呢 看到第七集了 我最早接触这个韩剧啊 其实是被艾玛种草的 不要不要不要的 之前我看过的几部 寥寥无几的韩剧啊 也都是在她的监视下完成 这次啊 我的室友是九尾虎 我要点赞 她当然跟我说 这个韩剧有两大看点 第一 它是改编自己的高分漫画 叫做什么 心惊胆战的童居 第二点 就是这个片的那个女主呢 是她非常喜欢的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韩剧 请回答1988的女主 叫惠莉吧 应该叫惠莉 结果我看一下 就看进去了 现在我看到了第七集 大概就还没有过半 这种巨养肥了 在看的这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一点都不心慌 刚才有跟大家说 那个女主 就是那种长得特别素敬 让人特别舒服的那种感觉 特别符合她的剧里那种 傻白甜 大学生的那种角色 老阿姨如我 都越看越觉得 男女主啊 CP感超高 她其实是那种 有一点点神仙 神话色彩的 都市现代剧情 男主是一个 修炼千年的一个胡经 阴差阳错 体内的那个狐狸珠子 就被女主给吸睛体内了 男主啊 为了把狐狸珠子拿回来 就跟女主开始了 这种阴差阳错的同居生活 打打闹闹 紧张有趣 一开始那几集啊 节奏特别快 场景设置啊 音效灯光 还有那种恐怖片的飞 我就一会儿就 一会儿就 但是我还挺震惊 韩剧就是有节奏这么快 还挺符合我的口味的 随着剧情发展 之后就变成那种 妥妥那种恋爱小甜剧了 男主的性格 就是那种帅大叔啊 优雅谨慎 女主的性格 就是那种可爱 貌似那种女大学生 那种感觉 看她吃东西看得我好饿 这部剧在我心里的感觉 就很像夏天那种 一杯带着冰块的 甜味气泡水一样的存在 就很清新 看一看就很舒服 剧情呢 就一方面轻轻松松的吧 另一方面又很勾人 中间会穿插一些什么 连环凶杀按着的东西啊 反正就是吊人胃口 让我一直被绷着一根神经 就被什么东西揪着 而且这部剧很神奇的是 包括剧情里面 那些辅助剧情走向 那些配角啊 也没有说那种很讨厌的 很闹心的 坏的很离谱 让人很生气的 不费力不费脑 看多的那种慢镜头下 什么雨伞下 花朵里面 男女主慢慢转身的那种 浪漫漫画镜头 看多了 我还有那么一丝春心荡漾 就是最近晚上工作完 往沙发上那么软绵绵的一躺 让我非常舒坦 非常爽的神剧存在 如果说姐妹没有看过 最近有剧荒呢 我分享给你们 最后的最后的小小插播 爱奇艺国际站呢 最近上线了 所以说呢 海外包剧可以同步国内 无需担忧版权 超级好用 也比较流畅清晰 一点都不卡 这个夏天啊 我单方面宣布 跟爱奇艺国际站锁死了 好几个中意我也还蛮喜欢的 比如说奇艺剧本沙啊 比如说蒙看 看看暗啊 感兴趣试一试的姐妹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抽几张爱奇艺国际站的 VIP机卡啊 周卡啊 送给大家一起尝试一下 具体内容 详见新西兰 美剧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之前 我在小红书上写过笔记 我今天小红书很活跃嘛 名字叫做 Mayer in Easttown 好多的大的那种公众号 都已经分享过了 他呢 应该是凯特温斯莱特演的 就是Rose 你们知道 泰泰尼克号 You jump I jump 但是啊 大家别想那么多 这部剧里的凯特呢 跟之前 作为Rose的凯特呢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两个人物 其实我觉得好演员 就是这样 你得演啥像啥 你不能演谁 都是你自己 对吧 太好看了 就是总共就十集 这就是一口气看完了 凯特温斯莱特呢 就化身一个 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一个很小很小的 很小就人人都认识 那种小镇上的 一个女警官 她在破获一起 连环少女失踪案的同时呢 发生的一些事情 剧情啊 真的是一级一个反转 每一级都有一个线索 每一级都有一个危机 每一级都有一个大twist 只有更奇葩 没有最奇葩 剧情的主线呢 还是就是主人公的一个 走出trauma 走出创伤的一个 自我修复 自我救赎 自己跟自己一个 精神上的和解的过程吧 因为这个女主呢 她虽然说表面上 是一个特别威风 全镇人都依靠她 刚硬的一个女警察 但实际上呢 她自己家庭一团乱 她的老公跟她离婚 然后她的儿子呢 之前因为抑郁症 自杀了 反正就是很多家里面 生活的一一鸡毛 她根本就放过不了她自己 她总觉得 是不是她有问题 或者想起生活里面的 好多痛苦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人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这个片子啊 她在这种破案的过程中啊 一步步实现了 跟自己的和解 意犹未尽 但是有长书一口气的 那种感觉 所以说与其说呢 这一部剧啊 是一个中年失忆的 女警察破案的过程 倒不如说是一个 看尽人生百态 非常真实的一个女人 同时也是一个妈妈 走出自己心灵创伤 跟自己 跟这个世界和解的 一个过程 大呼过瘾的一部美剧吧 节奏特别快 同时啊 主人公的情感 又特别细腻 凯特的一哭一笑 每一个眼神啊 都能让你感觉到 她内心那个情绪的涌动 我分享给身边的姐妹 大家也是一晚上看完 太好看了 好希望她快点出下一步 包括她里面新的 跟小鲜肉的爱情 现在我也喜欢 这才说到重点 没有了 开玩笑了 分享一本我喜欢的书 最近刚刚刚刚刚刚 把它看完 叫做One Day in December 看到书面上的 红男绿女 以及这个Buzz了吗 你们就知道 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呢 其实是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时间跨度非常长 大概有十年那么长吧 她的那个主调是在伦敦 就是整个书里面 自历行间 你都能感觉到 那种英式的那种格调 女主呢 如果说我们有记得 她的名字叫做Laurie 等公交车的过程中呢 从一扇那种 破了车玻璃里面 看到一个男生 相视一眼 一眼万年 世界上是不是 真的有这种纯爱 真的有吗 我不知道 求大家告诉我 她每天就同一个时间 坐这班公交车啊 反正企图去这个男生 可能出现的各种地方找她 之后啊 她跟这个男生 确实是重逢了 但是是以一种 非常狗血的方式 她的一个好闺蜜啊 介绍她的男朋友 给Laurie的时候呢 Laurie发现 她的男朋友Jack 就是她曾经 在公交车上看到 并且一眼万年的 那个男生 其实这个Jack啊 也深深且不可自拔的 爱上了Laurie 只是呢 两个人都没有机会 找到对方 所以说就这么错过了 命运弄人呢 所以说啊 大家都把这份喜欢 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所以说啊 这三个人就踏上了 这么一个尴尬 纠结 又一点点 就是混乱的 这种人生情感旅程吧 虽然说啊 这个剧情推进 有点狗血 像一部大型那种 青春情感疼痛 电视连续剧 但人物的刻画 特别细腻 特别饱满 Laurie的一个想法啊 Sarah的一个眼神啊 Jack一个内心的波动啊 你都能感觉到 就很替他们着急 想说 哎怎么这样呢 不能 你不能早一步 或者晚一步吗 他不能前一步 或者后一步吗 会把自己 不由自主地带进去 文字的弹入感特别强 所以说我想 这大概就是语言的魅力吧 书评啊 很多人都对结尾不满意 但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结尾 反而是最好的结果吧 反正建议大家去看 很感动 我中间有一个哭翻了 是哭在这两个 闺蜜身上的一个点 我觉得哎 女孩子们的感情啊 哎 趁我看完 趁我情绪还在那 趁我还眼寒热泪 赶紧拿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最近书荒的姐妹 很好很好 很好的床头读物 这本书读完了 我三号想起一个 小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看过的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有没有 其他姐妹看过 它叫命运调整局 也是就是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 就是调整你命运的 一个机构 就像最近漫威出的 那个Lucky里面 那个TVA那种 也是那个男女相遇相爱 在公交车上 之后就再也碰不到对方了 原因是因为那个 时间调整局 那个agent呢 觉得他们不应该 这个时间相遇 当然是个错误 但他们就一直 努力的再碰到对方 一次一次的尝试 对抗命运 跟对方在一起 爱的主题啊 不管是亲情啊 还是友情啊 还是爱情啊 总是会有人觉得 感动真不错啊 立马转回那种 很臭美的小仙女 给大家分享 我最近最爱 用的频率最高的口红 娇兰他们家的 五月份的一个新品吧 Kiss Kiss Shine Bloom 521号 Kiss to Say 当时其实PR寄给我 整个一盒 什么520啊 521啊 都是这种很应景的 什么我爱你啊 我爱我啊 听起来就是很甜的 那么一个小金砖 这种感觉的 就是我现在嘴上这个颜色 深沉一点点的红色 是那种成熟的 浆果色 梅紫色 仿佛咬一口啊 里面那种深紫色啊 成熟甜腻的 汁水就喷出来 那种感觉 中文名叫做 娇兰法式之吻 水润波光唇膏 真的就是很水润 颜色啊 虽然说这种 深沉的郁解法 得益于它这种 比较薄啊 涂在嘴上这种 清清润润 像是奶油一样的质地啊 夏天啊 也看起来挺清爽的 不会显得过于沉重 还挺适合我的 所以这个成膏 我最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一点都不显成纹 它这个颜色 在嘴上 相好挺持久的 可以呢 达到它自己 想要上色的那个效果 把你自己 原先的成色覆盖住 挺有气质 显得人肤色啊 算是比较冷白的 一个颜色 我感觉如果说 你要出门一整天 带妆很久的话呢 只要把它放在包里面 稍微补一次就行了 真的不用担心 你喝个水啊 吃个饭啊 成膏就没了 整个人显出 没有血色的皮态 跟那种夏天啊 淡薄的底妆啊 轻轻爽爽 散发健康光泽的脸色 相配呢 就是一个perfect combo 第二个要给大家 分享的东西呢 是这个 是一个底妆产品 就是你知道 人缺啥就想要啥 我老是感觉 我皮肤不是很好 哎呀 可以拿出来 诟病的地方太多 所以说我总是 对研究底妆啊 情有独钟 我怎么怎么拿 都是刀拐的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Dior Backstage后台 这个系列的一个 轻柔蜜粉 它的英文名字呢 是说face and body powder no powder powder no powder 我之前一直看 是powder on powder 顾名思义 它是一款脸跟身体 都可以用的 一款轻柔蜜粉 我为什么说 它非常适合夏天呢 因为其实它妆感 特别特别特别薄 皮肤有健康光泽感的出门 是我夏天 终极的一个诉求 Dior的这个后台蜜粉呢 给了我一个平衡 颜值很高 因为我以前 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家的单色腮红啊 都是这种 上面有这种 Dior的小印花的 超美 我每次就是都不敢用 但这个色号还行 因为它粉质好像比较硬 我用它都是种刷子 用它们配套的 这个小软刷 超级软 就脸和身体都可以刷了 大概用了能有 三个多礼拜了吧 它表面这个花纹还在 所以说我很享受 这颗的满足感 哦我的Dior小花纹还在 蜜粉味道特别奇怪 它像是一个 很清新的护肤品 那种感觉 我的色号是1N 我属于黄调200 这种 而且最近夏天来了嘛 终于在户外打滚 所以有点晒黑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用1N 刚刚好合适 我对它最大喜欢的感觉呢 是它非常非常轻薄 上面有一点点 小小的光子 清新健康的那种 柔雾感吧 它有一点点 修毛孔的那种作用 我觉得特别漂亮 虽然说我是一个油皮 甚至比较怕 皮肤发光的姑娘 我都不能拒绝 它在皮肤上那种 哑光柔雾感 那种修饰毛孔的作用 跟那种四两 拨千斤的那种 漂亮质地 现在我脸上呢 其实也是这个粉 如果说到这的话 就说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它没有刷子 所以说你带它的话 你还单独带一个刷子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少女元气的一个 必备利器吧 对于遮瑕效果是不大 鉴于它细腻的粉质啊 修饰毛孔 均匀油光 平衡肤质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可以 给它点个小小的赞 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 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最爱彩妆 也是一款底妆产品 今年夏天 makeup forever的一个新品 这一个粉底液呢 我喜欢的颜色是 Y218 黄掉100的女孩们 最合适的颜色 这个粉底液最近我非常爱 今天脸上用的 也是这个粉底液 都是主打 夏天的轻薄清透 素颜绿茶妆 如果说能控油 控水持久 简直就是完美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呢 在我心里就是这种感觉 最近用的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 特别特别特别水 就是那种震惊的那种水 非常非常非常像是一款 聚水聚水那种lotion 会透出你皮肤 自然基底那种 漂亮的颜色那种底妆 再加上它这个新系列 叫做water tone 它主打的是防水防汗 有时候精心化好的妆 挖就就闷到那个口罩上 口红也融了 把整个嘴涂成猪嘴一样 然后脸上的腮红呀 脸上的高光啊 脸上的粉底都融了 毛孔避现 然后整个人显得尴尬 又疲惫 我就非常非常不喜欢 这种狼狈的状态 每次那个口罩 一直在摘下 我整个人感觉都矮了三分 这个粉底啊 让我觉得震惊的一个点 就是我会非常沾口罩 上面再稍微加一层 Deword那个刚才那个 定妆那个柔光 蜜粉 它不是很遮瑕 反正中肯又保守的说吧 它可能比较适合混合皮 或者偏干皮 瑕疵比较少的姐妹 所以说如果说 你有些瑕疵问题需要遮盖 就像我本人一样的话呢 我会在使用它之前 先使用一个中高等遮瑕力的 一款遮瑕膏 完美解决 你又需要遮瑕 又需要有夏日清透水感妆容的问题 这个粉底啊 当时第一次用 吓死我了 会很背那个美妆 但吃掉太薄了 我建议用它的刷子 其实什么粉底刷都行 但我用的是它配套的 中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它有个小沟槽 所以它会把粉底液均匀带到你脸上 我觉得我好太好用了 但是其他比它稍微厚一点的粉底液 我通常还是喜欢用美妆袋 推荐使用粉底刷 提醒想要试用 这个Makeup Forever Water Tone 粉底液的姐妹的一个小 hint 希望你们笑纳 下面到了瑞瑞的护肤品专区 也三样 雨露均粘 第一个呢 我本人就是一个蓝扣女孩吧 I guess 精唇面膜 它一盒里面有五片 只剩下最后一片了 价格呢 其实不算说特别便宜 算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灵魂支撑 我非常非常非常爱它 值得 且性价比非常高的 太好用了 上下分离的 如果是一定要我做个比喻的话 比较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钢铁霞面膜 金色特别特别厚重 而且是哑光的 上面有那种哑光的小纹路 质感就特别好 而且它的两片不会分离哦 就是它那个金色跟里面白色的那片 是自成一体 很奇妙 它打开的话里面是干的 没有那种多余的精华 第一次打开我想说 嗯 买到的残次货嘛 仔细研究了一下 那个面膜纸啊 揭开以后 那个内层像是把精唇面霜 或者是什么那种润肤油 放在里面 你也不用担心多余的精华 就低下来 顺着下巴 跌到脖子上 跌到胸前 或者整理面膜 是跌到手肘上 在脸上就感觉是做一个那种 很硬核那种 吹门那种感觉一样 每个面膜大概做20分钟 会有那种热热的那种感觉 之后再把它接下来 把脸上的精华 按摩至吸收 之后呢 你再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按照你自己的皮肤状况 选择是洗脸 把它洗掉 再进行后续的护肤步骤呢 还是直接添加后续的护肤步骤 就看你们了 通常都是晚上复它 睡到之前复它 我的正常顺序呢 是先会放蓝蔻的小黑瓶 基底液 再敷这个面膜 然后每次面膜摘下的时候 上面还是会有很多那种 精华那种东西 搞得我每次都很不舍 很像用它 把自己涂变全身的 掉下我床上就会有个 人形的那种油渍 有没有点像熊沙片 好恐怖 Anyways 扯远了 我通常是不洗就不舍得 会让后续的护肤步骤 效果发挥变好 如果说你能再配合一个美容教 简直是完美 皮肤是那种饱满度 蹦蹦蹦提升 细腻紧致柔软 有光泽的那种感觉 YYDS啊 肉眼就能 在短时间的迅速的看到效果 我通常呢 是一个礼拜用一片 用之前我不知道 它网上的风那么大 就它其实是 Apparently说呢 每一片面膜里面呢 都有15克的玫瑰精油 所以等于每用这么一片面膜啊 都相当于20天精唇面霜的效果 精唇面霜也是我的大爱啊 吃了这不安利 我心里觉得这个性价比 反正我是安然接受了 并且还会回购的 这是最后一片了 很珍惜的拿着 今天晚上如果用完了以后呢 明天约老头去逛街 第二个呢 较至于第一个 兰蔻的精唇面膜 就会比较评价一些 嘿嘿 我喜欢的牌子 B.O.全 名字叫做Skin Oxygen Deep Polluting Cleanser Anti Pollution PM值2.5 它是说它里面含有一种 什么 绿枣萃取精华 这种成分一听到 你就知道这个产品了 大概有一些排毒呀 吸附脏东西的能力 清洁能力真的是挺强的 它的质地很神奇哦 挤出它手上是透明的 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可圈可点 就是普通那种小清新的洗面 它的质地是那种有点gel的 它会在你脸上像一个 卸妆油融化掉 然后去帮你带走你脸上的污垢了 用于早上的晨间清洁也很soothing 然后用于晚上的二次清洁 那个清洁力也够 不拔干 很软很舒服 一切都刚刚好 我们大家也到这里刚刚好 价钱也不贵 要说一下 它其实不是那种泡沫 特别丰富的洗面奶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流质的 所以 可以听到 大概就是改天 在样机上吃饭 或去shoppers转一圈 带出来一只那种 安心感很强啊 日常又随手就可以买到的洗面奶吧 超好用 贵夫洗的也真是香 La Perry他们家的一个 Pure Gold黄金系列的这个 晶盐晶亮亮彩修复精华液 就是抗衰老抗皱 提拉紧致 因为我不是这种人一直都suffer 就是脸上的细纹啊 眼角的细纹啊 包括法令纹啊 我挺注意用这种抗初老啊 我觉得我现在level都不是抗初老了 抗中老 年龄焦虑也不可取 但是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就努力工作 对自己好一点好一点更好一点 就是这个感觉 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好香 之后呢 如果说妈妈来了以后的话呢 我是想买给她 让妈妈一起用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的妈妈的肤质 我妈妈会非常喜欢 这个罐子是那种特别厚重的 那种铝合金质地的 给人一种保温杯 盖子是有那种磁铁的 打开吸住一个很厚重的盖子 里面呢是一个金色的一个小头 它是一个小滴管 质地呢 其实有一种精华油的感觉 那么一小滴啊 就可以推开很大 味道呢 相较至于他们家的蓝鱼籽系列 白鱼籽系列 不是说相当那么富裕沉腻了 淡一些 可能是我脑洞 我觉得使用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在脸上的那个香味 有一点点芹菜的味 就那个厚味 质地是滋养那种油质 它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于安平一样的东西 它当时的原话是说 修复镇定每一层皮肤 从物理屏障到最底层 然后呢就是说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附加功能 就是抗糖 抗糖这种东西 天哪听了以后 就觉得不能拒绝 有多少姑娘是跟我一样 喝奶茶的时候呢 会要求加糖 但是呢 床脚啊 睡觉的那个柜子里面 会有那种抗糖的口服夜合 怕衰老 但又喜欢糖 保养和过嘴瘾的那个平衡 线上垂死挣扎 苟延残喘 我感觉它渗透力很强 让皮肤变得就是 比较有光泽 比较紧致 我觉得整个人年轻一些 就是漂亮一些 但没有说就是立竿见影 可以改变脸上的皱纹问题吧 那就觉得整个脸 蓬蓬的 水气十足 就好像重回18岁 穿个校服 走到操场上也不会有人 拿鸡蛋丢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开玩笑 腰板都挺直了 好像年轻了十岁 今天我有点疲惫 我觉得晚上呢 我可以挤一蹦半 期待明天的效果 最近的淘宝喜爱小屋 一个一个说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杯子 原底一个托盘 这种泡泡咖啡杯 淘宝其实一搜一大把 就是很厚重那种感觉 包括里面的做工啊 也没有什么瑕疵 所以我挺喜欢的 当时我看店家买好多个颜色 有那种奶茶色啊 有那种黄色 那种绿色 有那种香郁色 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我喜欢这个圆圆点的 万水千山海运过来了 其实买了很久了 用了好多次 我觉得其实好看的小家居啊 包括小家具啊 就是有这个魔力 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 家人其实特别便宜吧 一百人民币 不到一百人民币 然后拿来以后 我的时候照相啊什么的 经常就有小姐们问我 说这个杯子是哪买的 这个杯子是哪买的 其实就是淘宝买的 所以这次统一说 这个把手出来是那种 线条特别流畅 浑然天成的这种感觉 治愈强迫症 给人无限的舒适感 绝了 就是为我的咖啡机设计的 只能装那么满满 一杯咖啡满满 它这个底座很可爱 也不像甜甜圈吧 因为它是椭圆形 我只能形容它是牛栗酥 一个胖的牛栗酥 我觉得又便宜又好看的 一个硬丝风格的小咖啡杯 好啦 我娇艳欲滴的靓女姐妹们 就让我们一股做起 给大家分享最后一个 砖头一样的东西 这个架子呢是一个 如果我不说你们能猜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老头给我买的 他淘宝的产品 有没有发现 他淘宝的东西 跟我淘宝的东西 风格差距挺大的 他淘宝的东西都是那种 一拿来的时候 你嗯嗯嗯 头上一圈问号 但实际上用起来会真香的东西 包括之前的米桶啊 包括那些手动拉算器 这类的 戴森吸尘器的一个支架 我们家戴森是一个 比较老的款式 应该是V6吧 用这个支架刚刚好 高一点点戴森吸尘器的版本 都可以用 戴森吸尘器到处倒 经常就啪一声就摔下来 啪一声就摔下来 不是那个收集 他自己本身戴那个支架呢 是要钉在墙上固定的 这个吸尘器架啊 就是感觉 嗯 完美的解决了 Dyson的放置问题 不用钉在墙上 是可以随意放的 摆在一个你方便的位置 把你的吸尘器架上去就可以 重量还挺重的 所以说他就可以 稳住那个吸尘器的重心 小细节做的也很贴心 就是这个吸尘器的支架 要碰触这个铁的地方呢 还有这种缓冲的 这种海绵条 功能性强的一个东西吧 没有你不知道 但有了以后 你就觉得离不开它了 与其说它是一个爱用品 倒不如说它像是一个 家居生活的幸福感小物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五月份 六月份的爱用品分享 如果说你们喜欢 这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我很感谢你的 如果说这个视频里面的小东西呢 会解决你生活里的一些困扰 或者给你的生活的 幸福感提升 带来叮那么一丝灵感 就是我最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 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以后更新视频 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说要提醒准时上线观看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 夏天过半 祝你们后半段 更多出去玩的机会 更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更多去到喜欢的地方 拜拜